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看天上的人 预界天的人 他们也吃饭 但是都是营养 所以不排泄 那和我们人就是不同了 那么再高一层到舍界天上的人 他根本不吃饭了 那么他生来就有那样的衣服 有现成的宫殿 那么我们看法华经 华春玉品会看到 天上的这种人呢 预界天也是一样 乘着宫殿在虚空里飞 从这个世界飞到他方世界去 有那样大自在的境界的 但是舍界天不需要饮食 他们就是入了禅定就好了 一入定等于是有饮食了 但是天上的人呢 虽然比喻舍界天的人比喻一天好 但是他们也要死 还有这个问题 那么修宵圣道 如果你能够观神无常苦空飞蛾 究竟成功了 就超出山界了啊 超出山界就是从大乘法来讲 那是没有老病死的这回事了 所以我们说 无常苦空飞蛾 你这样去修行有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重要的